新闻继续来看是 江亿七双业会在这日前 就开到第十四季第三次的会员代表大会 因应到抗议科学本科的设计 台积电在来的科技大传 准备力学建筑 江亿七的双业会都会拦来拦路 双业会今年的会员代表大会 特别针对着未来区域的双业発展 要转到各界的首席贵宾共同来污回交流 现中会员混接党民选担有个老子 江亿七双业会第十四季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 在这际选担当中 由理事长少求佣 参业全体的理官司共同主席 会员出色拥有 兼现百天百亚的欢迎行星 今年会员代表大会 特别要车到各界 双业会员共同污回 占对着跟他科学本科在生的了 为定向到来的胜业华东含生液专行 向上交流 将其市长不允许会亲自交流来参加 最近我们看到临近县市有很多的园区 甚至说到台积电也进来 可以大家听到 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些园区 对我们地方来讲 嘉利市所扮演的角色 因为有各位的努力 我想从来没有人敢忽略掉嘉义市 因为我们一直都用最用心最努力的方式 然后去凸显 所以园区成立了以后 嘉义市可以成为园区的生活圈 园区的生活圈 我相信这个生活基隆 各方面也是大家 这段时间没有办法突破 没有办法说超越的 而嘉义市所扮演的 我们做好我想临近县市包括云嘉南 北海南也会更好 云嘉南对嘉义市反而会更好 这是一直我们所认为我们所扮演的角色 刚才上入区理事长小主任表示 刚才最近这几年来 上期摸摸 每到家节都拥有很多的幼儿 在在刚才科学很复兴之后 也将园区向上入发展 对来更加快速的进步 刚已知上入会中的参与会馆 持续来重新改变 在我们历届的所有理事长 还有我们理监事团队奠定非常良好的基础之下 我们这个商业会可以说是年年一直在蓬勃发展 而且会员也是在争争日上 那我们预计今年11月1号的商业节 预计也是争取到我们嘉义来举办 那今年也会到日本跟大阪府的暗儿田市 我们去年的结盟 今年也会过去做一个参访 那我们嘉义市现在几乎是就是我们云嘉兰的一个蛋黄区 那嘉义县现在台积电也来了 但是未来的消费中心绝对是在嘉义市 那我们跟嘉义县市一起发展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商业会 能在我们市府的领导 我们做一个辅佐的工作 把嘉义推广到全台湾 甚至也跟世界同步的发展 谢谢 驾过日景 刚已知上入会中在这两年越来越流测 刚已知上入会 在除了胖恩会馆和公部门之间交流的救援 为会馆无处好理 在最近竟驾向国际 去年年底 含日本岸和田商工会议所 向方签署到生涯的MOU 为台湾和日本友好的关系 含社区交流发展来认定基礎 今年竟争政治部 赞翁日本的大阪来进行参访交流 即便自己可以胖恩担当 但向上入经济发展的会计划 为35位会馆来这次有结合的服务 世纪新闻 丁顺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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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 这个顺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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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